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南澳洲和山东省市所谓友好省份 然后阿德莱德跟青岛市所谓的姐妹城市 所以这个地方是山东人堆积的地方 那么也难免有一和谈和五毛的成分 所以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CNNB这种很低俗的所谓的Mandarin语言会出现在南澳洲大学 但它们并不代表真正的文化 展出的东西也都是那些亚产品 全部是山东的 山东人组团那基本上就尽而远之为好 山东也的确没有拿得出的东西和地方 实在是令人无言吧 无感 这里是南澳洲交警的法制宣传在边上 蛮好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教育山东人尊纪守法 到任何一个地方 当然不单单山东人了 也包括你我了 要遵守本地的法律 好感谢大家 今天就上传这样两短简短的视频 Thank you 谢谢大家